去判断说我的档案里头啊 呃男生跟女生的话 我要怎么做 好 我这边的话 是不是有个栏位是那个性别 好 那我的做法是 在这里哦 后面哦 接着用规则 栏位不要进来 用规则 规则里有个叫iflengios 它就是也是有里头的if if的函数 好 那你点这个if 好 进来之后它会做什么 功能变数名称 当我的栏位 性别栏位 为什么的时候 当性别栏位 假设等于男生的时候 因为我是打男女嘛 当他等于男生的时候 插入文字 改成先生 OK吗 如果是否呢 那就是女生 那就是例如说女士好了 OK吗 确定 好了 它会变女士 你看预览 我乱打了哦 好吧 那不好意思 为什么后面没有下来 回答我啊 为什么下面没有下来 要更新标签 对不对 它更新标签 它就咻跟着下 你看它自己就会改了 感觉没有好专业的样子 记得 然后后面还要加个收获亲戚 有没有 对之类的 好 那一样的更新标签 知道我这个意思吗 你就可以这样子做 它所有的性别栏位 就会拿来做这样子一个判断式 所以合并列印 它也可以做这种判断式的东西 比较进阶版的啦 这样OK 完成后你就按下完成合并 确定 那整个就做完了 这样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合并列印 好 全部交换了哦 应该在职场上用这些工具就够了 除非你有很特别很特别的 我也很少遇到很特别很特别的 也是有 但是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几张应该 就还蛮够各位使用了 好不好 所以呢 来 最后咯 请练习看看 谢谢